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准时参加Enlighting's Education 每周六的教育业现场 我是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Allie 刚刚结束的2020 UC顾问大会里 加州大学各个校区的招生官们 都透露出了大量录取政策的调整 到底哪些UC campus确认了SAT和ACT test blind的政策 又有哪些campus还在打太极呢 在疫情的影响下 今年的UC招生官们将如何评估 申请材料 他们又是如何给申请文书和课外活动打分的呢 我们会在讲座中一一为大家解答 这些官方首次公开的内幕消息 那今天的分享人是有着12年一线 升学申请经验的 然后同时也是UC Berkeley认证的升学顾问 和职业规划老师Erika 第一次参加我们讲座的家长 可能还不了解Enlighting's Education 我们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价值目标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在收获理想大学录取的同时 实现自身的成长和进步 那我们的团队是升学规划服务 涵盖一对一的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活动规划 职业规划 高中的AP Honor私教课程 还有SAT ACT考试培训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那基于在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北加30所高中的学生 包括南湾、东湾、三藩市半岛和Sacramento地区 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都有办公室 我们所有Enlightings的顾问老师都是全职员工 为的也是能够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认真辅导每一位学生 我们坚信学生的成长和进步才是教育的本质 顾问团队会结合每个家庭的情况和孩子的理想 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同时拿到最满意的结果 如果大家在讲座期间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屏幕下方的Chat功能里面打出来 我们会在讲座的最后问答环节 尽可能回答大家今天提出的所有问题 因为讲座时间有限 收到的问题会按照先后顺序来回答 建议大家尽早提问 好的 那么话不多说 下面就有请Erica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好的谢谢Ali 哈喽大家好 我是Erica 那我今天的讲座呢 是会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首先我会为大家分享 来自本次UC Cancer Conference 最新的一些highlights和重要的信息 第二个呢 我会为大家带来来自招生官的 应对于2021年秋季 这个申请评估 是会如何进行 第三个是关于我们今年 由于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 还有最近发生的这个social justice movement 给学生的这个申请 以及九到十一年级学生的学业生涯 带来的影响 之后在UC的这个申请当中 会有什么影响 以及如何体现 我还会为大家进行现场的一个案例分析 这个也是从UC招生官的一个角度 来看他们是如何来评估我们的UC文书 以及活动列表的 最后我也会为九到十二年级的同学们来建议 那么我们面对现在的一些变化 我们应该如何来准备接下来的升学 我们每年都要去 这个应该算是我可能第五年 第五年参加了 那么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 当然就是从这个线下的千人大会 转成了线上的千人大会 那么时间呢 以前是一天这个back to back的meetings 那现在呢也是增加到了两周 现在大家在这个slides上面看到的 是来自UC的九大校区的这个录取招生班的主任 那么可能细心的同学或者家长 也会发现我们这个UC招生班的招生官们 也是非常的这个diversified 可以看出UC对这个diversity是非常的看重 也是在大力的发展 关于这个testing可能是这一次 这个UC counselor conference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 基本上每一个session都会有counselor 就这个问题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 每次这个session开始的时候 UC的总裁办都会先说 我们这一次不讨论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呢 应该是五月份的时候 UC调整了他关于这个考试的政策 说我们今年申请和明年申请的孩子 都是采用这个test optional的 那么可能在之后 现在九十十年级的孩子呢 以后会采用testblind 然后还会在2025年 推出这个新的UC自己design的这个standardized test 然而呢就在这个不久之前 这UC呢又被告了 就是说这个 你们不能用这个standardized test 这个是涉及到有歧视的问题 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呢都在打官司 那么前几天呢 这个法院的裁决刚刚出来了 好所以就是刚好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问 那这个UC的总裁办马上就守口如瓶说 我们现在不对这个事情进行任何的评论 也不会透露任何的细节 完了之后 那接下来这几个校区都开始就跟着打太极了 现在我们能确定的信息是什么呢 首先一个Berkeley 然后UC Santa Cruz 然后还有UC Irvine 这三个校区是明确表示 今年申请的学生也是不会再考虑他们的SAT和ACT成绩了 那么UC Irvine呢特别贼 他们说我们不看SAT也不看ACT 不管你是本州学生还是外州学生 不管你是什么专业 我们都不看但是我们不叫Test Blind 那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总之呢这个是他们的原话 就是不看那这三所学校都不看 其余的六个校区 UC LA 然后UC Davis UC San Diego UC Santa Barbara UC Riverside UC Merced So far呢仍然是保持这个Test Optional的政策 但是呢他们实际上这段时间一直在对Testing的这个Policy进行很激烈的讨论 所以相信不久以后也会有一个讨论结果出来 那么一旦有结果出来 我们Enlight Teams也一定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更新 听起来好像这个SAT ACT越来越不重要了 你考了学校也都不看了 但是实际上通过这次开会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这个东西不看了 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东西得看了 那我们这个东西不看了 对吧 那我们怎么评估呢 UC很多个校区的这个招生官都说 OK我们不看ACT 但是如果你想要Demonstrate 你在某一个领域的这个Proficiency 或者是Mastery的话 那你还可以通过提交SATR的考试成绩来证明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AP的考试成绩 IB的考试成绩 包括你AP的课程 大学的课程 IB的课程 通通都要看 当然如果有这个英语非母语 或者说是国际学生的话 托福也千万不要忘了 这些都是没有免的 所以感觉就是说 哪怕是UC不看SAT ACT了 但是实际上他们会通过 其他各种标准化 或者是非标准化的方式来衡量学生 那么这一次呢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关于这个新冠的这个影响 那么新冠疫情从今年三月份开始 就对全美各个高中的这个学生 真的是打断了我们原本 各种各样的学习和生活计划 当然对于大学申请也不例外 那么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要申请的学生 以及准备申请的 9到11年级的学生 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呢 那么首先 Berkeley和LA 他们还是重申了 每一个申请 他们仍然会是完完整整的 读两遍 这个是和之前没有变化的 那么有变化的是 像UC Santa Barbara这样的校区 他们有专门的 对今年的这个reader training 进行重新的设计 就是为了 让这些 这些读申请的这些reader 能够对学生的活动 以及他们申请当中 发生的各样的变化 受疫情影响发生的变化 能够进行准确的捕捉 那么今年在这个疫情之下 UC呢仍然就是会强调说 OK你们的疫情来了 你们的生活受到影响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这个申请的context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个context 比如包括说 可能我们在这个 因为远程上课了 那么可能有一些限制 这个他们是会理解的 包括我们下学期的成绩 本来是这个ABCD打分的 变成了pass no pass 这个他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包括课外活动的减少 这个都是意料之中 因为新冠来了 很多可以进行的像体育活动啊 或者这种performing arts的活动啊 基本上面对面的活动都不能进行了 都基本上都要暂停了 所以这个他们也是会理解的 那么可能同学们的这个课外活动的性质 也会发生改变 尤其是有可能 如果说家里面真的有家人感染了这个病毒 或者说是因为受疫情影响 爸爸妈妈的工作可能受到了影响 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个都会对学生的这个课外活动的性质 会有影响 所以这些都是UC会理解的方面 那么总体来说UC他们认为是quality over quantity 也就是说不在于你做了多少活动 而在于你做这个活动的质量是怎么样 但是他们也同时表示说 并不是说因为疫情来了 我可能就在家里什么都不干了 躺着睡觉或者天天打游戏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 因为UC明确表示说 他们很希望看到就是 how you use your time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除此之外 除了这些本身一些很固定化的 很多这个fat based的一些东西 像成绩啊这些 那么其实UC非常看重的是 就还有一点就是学生的这个个人品质 那么这个也是各个校区反复提到的 比如说这个个人品质里面 包括你像你的这个对学术的热情 包括你的这个动力 包括你的领导力 然后你的这个主观能动性 包括你的work ethic 还有你的这个resilience 包括你的好奇心 还有更重要的包括你的这个social involvement 然后包括在社区里面的这个参与度 包括你的公民精神 那么这些都是UCE特别特别看重的个人品质 那么这些品质 其实说起来都是很虚的东西 其实如果说落到这个申请里面的话 怎么来体现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个是你做的这个活动 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通过你的文书和活动列表 把它呈现出来 那么可能对于12年级的学生来说 在这个节骨点 基本上就是像我们的学生 如果12年级来加入我们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生米煮成熟饭的一个状态 只是我们会帮学生构思说 OK那我们怎么样以最好的角度来呈现 像我今年有一个12年级的学生加进来 那我可能会发现说 你有的课 其实你很擅长这个东西 那你为什么没有继续上了呢 那这个时候再给他提出一些补救的方式 那可能work不work不一定 那就只有在通过其他的办法 但是如果说是9到11年级的学生 那么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会给他进行一个很好的规划 那么你可以做哪些活动来develop 然后来展现你的这些characters 然后你在这个课程上面 你怎么样去选择 然后能够来突出你的课程的这个rigger OK那么下一个呢 就是关于UC具体怎么样来evaluate我们这个application 来过我们之前讲座的这个家长和同学们呢 可能知道我们之前有分享过 就是UC的这个评估一直是基于14 factors 那么这个14 factors就包括了academic和non-academic 那么新年因为就是这个考试政策的变化 所以这个14 factors稍微发生了一点点的变化 我们注意到左边的这个academic 这个test score已经不是一个required的 而是说ifsubmitted 就是说如果提交的话 那我们就会考虑 但是这个slides也是他们 这个UC赵生官他们说是在已经是在这个法院裁决之前做的了 所以现在情况又变了 所以呢就是我们暂时以这个为准 OK那么具体这个UC怎么样来评估呢 我也想通过一个具体的这个来自conference现场的一个案例 然后来为大家来具体的分析 OK这个是来自conference的一个example 那么这个学生呢 他想要申请这个political science major 然后这个是赵生官对他情况的一个总结 那么这个学生english spanish spoken at home 所以学生在家里是英文和西语双语 family income 一年一千刀 household size是两个人 然后这个ELC eligible ELC呢 这个全称叫eligibility in local context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说你在你的学校的这个graduating class 排在这个top9%的话 那么你会就是guarantee被录取到UC的一个campus 某一个是哪个不知道 但是就是反正你会被录取 那么这个东西在UC的评估里面的话 是会作为一个就是academic achievement 被就是会被考虑在内 这个学生的unweighted gpa是3.62 weighted kept gpa 3.95 fully weighted gpa是4.2 然后关于它的这个AP honors count 十年级有6个unit 也就是三门课 11年级四门课 12年级三门课 然后A through G的count 总共是有44个semester unit 也就是22门课 22门课那么就是divide到4年的话 一年就是五六门这个样子 然后没有SAT score AP的exam Spanish是考了4分 世界历史考了2分 美国历史考了2分 心理学考了1分 然后它的各课成绩的话 是a mix of A's and B's 然后有一个C 课外活动是学生会的这个junior class的主席 然后有参与到这个mentor mentor younger student的这个club里面 然后他是他们学生会的social media manager 然后会参与到就是 他也同时也参与了spirit 就是关于promote school spirit 以及chair leading里面 其他的还有包括finance club 然后呢 他又在打工 那么他是这个head shift 好 然后 那么其实UC他在评估的时候 除了看学生的这个个人的情况 也会和他自己的高中进行一个衡量 那么这里UC他看的包括 就是你的这个高中是public还是private 你是在suburban还是在urban还是rural 然后你的这个graduating class有多少学生 你的学校offer了多少门A through G的课程 多少门AP honors课程 然后包括有多少学生会complete A through G 有多少学生的AP test score 会拿到三分以上 有多少个percent的学生 eligible for free meal 然后有多少percent的学生是first 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 然后每年UC会收到来自这个学校的多少申请 所以那其实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 UC的这个评估是based on contacts 也就是说你这个学生 你本身的这个除了你自己的能力之外 还有就是你在你的学校里面 算就是是算top 10%还是top 25% 还是你在你学校里面 那么你学校的这个资源 你利用了多少 那我们之前也经常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的学校offer了20门AP课 你take了三门 和你学校只offer三门AP课 你take了三门AP课 这个在招生官的眼中的分量 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那么除了它的这些硬性的条件之外呢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UC的文书了 那UC的文书呢 它是选了四篇 一篇是关于educational opportunity 一篇是关于这个significant challenge 然后一篇是关于academic subject 还有一篇是关于what makes you stand out 那么它在第一篇的这个educational opportunity里面呢 它有提到说 它是first 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 也就是它是他们家里面 第一个读大学的申请大学的学生 那么实际上他们家是没有任何的资源 它需要完全是依靠它自己 然后同时去找这种free online resource 并且是依靠它的老师 那么它有特别提到 它每天放学之后都会去它这个pre-cal 数学老师的这个office hour 然后每天寻求帮助 以此来保持它的这个学术成绩 那么在它的这个significant challenge里面呢 这个学生有提到 他的父亲被这个deport了 被遣返送回这个威地马拉了 然后呢 他没有办法 他在这边就只有把他爸爸的这个business给卖掉 然后后来又因为各种问题 他自己被kicked out of house 然后变成了homeless 然后他只有去move in with a family friend 所以因为在这段时间呢 都是发生在他这个10年级 11年级的这个transition 所以对他的成绩是很有影响的 但是呢 因为他最后的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开始是fail了很多课程 但是最后的这个final的成绩 只ended up with only one c on the transcript 然后在他的第六个academic subject的这个asset里面 他又提到说 他非常的喜欢历史 那么这个历史对他的小时候 有了很多的影响 那么包括他现在 作为这个学生会的议员 他参与了很多的这种social campaigns 然后他觉得就说 这一代的就是他们这一代年轻人 对这个社会是非常有责任的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what makes you stand out 这个问题呢 他主要是写了自己的这个 从小到大受到的一些创伤 和他的非常就是非常大的一些challenge 包括他跟他妈妈的这个关系非常的紧张 然后曾经就是有这个painkiller overdose的这个情况出现 然后最后但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 所以呢 与其就是回去和他妈妈住在这个South Carolina 他自己留在了这个加州 然后开始就是通过这个therapy 然后通过寻求这个教育的这个方式 然后来get himself out of that situation 而且他最后是成为了他整个graduating class的top5% 那么最后呢 除了这个piq之外 他其实还通过了这个additional comments 然后进一步的解释了自己的情况 他又解释说为什么我的这个household size 我只填了两个人呢 其实我是想填一个人的 但是因为不让我选一个 最少就只能选两个 所以我选了两个 因为实际上他妈妈在South Carolina 他爸爸被deport了 他其实就是完全靠他自己一个人 然后1000美元一年的这个收入 也是他自己就是挣来的收入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申请 那么当时就是我们在这个conference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poll time 然后让我们来vote 然后觉得这个学生的这个申请 有哪些方面是add of value 那么最后呢 对于UC的招生官来说 他们认为这个学生 首先一个就是他的GPA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他的这个A through G的这个课程的量 也是超过了就是也是超过了标准 那么就是认为他的这个课程 结合他的这个A through G的量 和他的AP honors的课程 是他的这个curriculum 还是非常的这个rigorous的 并且他12年级的课程 仍然是保持了这个rigor 同时他也是这个ELC eligible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棒的 那么最最重要的是 是UC教程官认为他的这个academic accomplishment 是建立在这个significant life experience上面 那么尽管他遭遇了这么多 他还是就是参与了很多的学校的活动 教育方面的这个educational prep program 包括义工 并且呢在这个活动 包括他在这个打工的经历当中 都有体现出来这个领导力 所以UC对这个学生的这个申请 是非常非常认可的 这个案例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可能真的就是没有任何的excuse to not perform 所以相对的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学生这样 他的GPA都能够达到3.9几4.2的话 那么可能对于我们一般的学生来说 尤其是我们亚裔的学生来说 那这个标准无疑就更高了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没有这些断胳膊断腿的事情出现 对吧 那么我们怎么样 通过我们自己的资源来体现我们的优势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非常好的规划 然后从各个方面 不管是你的活动 还是你就是你的这个学习 各个方面来体现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只能给大家一个范例 但实际上在我们开会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总共我们总共有学习这个三个案例 整个听下来我就觉得说 天哪 要比惨的话 估计我们是比不过的 OK 接下来 就是想给大家分析的 关于这个UC application 里面的一些东西 那么可能 我这里有三个圈圈 第一个是UCPIQs 这个 这个就是指的UC的文书 那么8选4 每一篇是350字 所以总共是1400字 那么这个通常来讲的话 可能是 同学们或者家长觉得 哎呀这个文书是最重要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这一次开会 也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不光是文书很重要 我们的这个活动列表 也是非常重要的 千万不要认为 UC招生官他们不看这个列表 或者你随便写一写就完了 UC招生官是把这个活动列表 当成你的简历来看 所以 UC的这个活动列表 它是有 总共有20个space 然后每一个是 up to 35 350 characters 那么加起来的话 大概是有1500字 这样的空间 那么除了这个空间之外 我们最后的UC application 还有个additional comments section 那么这个实际上 UC也是非常建议学生 合理的利用起来的 那么 首先一个就是说 关于 这些东西都是 就是说可以给学生 为向UC提供这个context 就是你个人的这个 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呀 让UC了解你整个人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 你的成长环境 你的个人经历 整个的总共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也是就是你作为来展示 你的这个personal character的一个空间 因为只有这几个空间是你可以利用的 那其他的基本上都是fact based 那么这一次呢 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 包括social justice movement 那么UC也是专门有说到说 如果你personally 被这个新冠和social justice movement 有影响到的话 那么欢迎你通过 这三个section 来向UC来展示 来表现 但是呢 同时他们也有提到说 只有是 你是personally be significant impact 那么你才来说 那么这个具体就是指 比如说如果你有personally involved到这个social justice movement里面 比如说你做了什么campaign 那么你亲自参与到了这里面 那么你可以说 那比如说如果你有被这个 immigration policies 被影响到 你也可以说 那包括因为疫情的影响 就像我前面有提到 爸爸妈妈的工作被影响了 家里面的经济情况 发生了改变 或者说因为 你没有access to technology 因此对于你的学习 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这些都是可以说的 甚至如果你因为这个SIP 这个sheltering place 如果说对你的mental health 产生了影响 或者说你自己 或者是家人有生病 或者说是你自己 有经历到这种racial injustice 这些你都是可以提的 那么相反来就是说 如果说你没有这么大的影响 那么可能就是你不需要 用这么多的空间来解释 关于PIQ还是很重要 就是你是需要来 就是align with UC's 14 factors 那最重要的就是focus on what you did 而不是what you could not do 这个是UC希望看到的 就是并不是在那里卖惨 或者说是对于 这些social injustice的新闻 发表评论 这些都不是UC想看到的 UC想看到的是你做了什么 那你怎么利用你的creativity 和problem solving skills 来面对这些问题 那么关于活动列表呢 今年又和去年 又发生了一个小小变化 就是今年的这个数字 又有所减少 那么跟我之前的一个 estimation也是match的 那我之前我就觉得 是应该是UC觉得 工作量有点大 所以又把这个字数减少了 那么果然UC就是说 他们减少这个字数的原因 就是希望同学们 能够be concise 不要说太多的废话 或者说是用一些多余的词 你也不需要把这个句子 写得多完整 但是呢就是UC希望看到的是 能够focus在你自己 而不是说在这个活动上面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这个活动的深度 活动的这个持续度 以及你的这个commitment 还有你在这其中的growth 和leadership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带过的一些12年级的学生 那来加入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就是 学生他可能在活动上面 就有一些问题 就是我做很多 就是我感觉 我好像社区服务 是不是一定要做 然后这个是不是一定要 club是不是一定要做 然后我每一个都做很多 但是每一个都做很短的时间 那其实这个是这个是无利的 是UC不喜欢看到 那么接下来呢 我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具体的例子 然后来从招生官的角度 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到底就是什么样的文书 什么样的活动描述 在UC看来是 added value 而不是missed opportunities OK 他是写到这个第三篇 是 Your greatest talent or skills 这个文书 我们当时投票 这个会有一些 这个complication在里面 有的人有投 是added value 那么有的counselor投 这个是个missed opportunity 那么来自UC的这个官方的角度 认为这篇文书 实际上是一个missed opportunity 是没有给学生加到分的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就是 学生在这个文书里面 说到这个事例 实际上 更像是一个leadership at home 而不是 a demonstration of his determination 那么还有就是 另外的问题就在于说 这个学生 说了很多他的brother 而 less about himself UC也是希望能够听到 这个学生更多的来 所以说他自己 以及他给他这个哥哥 身上的这个责任 对他自己 以及他的学术 有哪些影响 那么这些 都是没有说到的 那么关于就是说别人 不说自己 其实这个是 我们在跟学生做文书当中 发现的一个 其实挺常见的问题 我最近也是在帮一个学生 这个文书也是改了好几稿 一直从这个 谈其他的事情 谈别人说很多很多很多 写了一千字好几篇 然后写完之后 我说不行 你没有写自己 然后一搞一搞的 把它搬回来 让他自己越来越多的 在这个文书当中凸显出来 好 那么下一个案例 这个是 UC的第六个题目 是academic subject 这篇文书也是我们 counselor 包括UC一致认为 这篇文书是 added value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首先这个学生 他非常清楚地 provide a timeline of her interest and how she developed that interest 那么这个学生 他是选择了这个 dance作为一个topic 但是学生 接下来就把这个 dance和他的 ap psychology class 联系起来 和这个neuroscience 方向联系起来 那么因为他在这方面的兴趣 他发现舞蹈 对这些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是非常有帮助 那么因此呢 他又在这个学校里面 take了ap psychology class 这个就是 how she developed her interests inside of school 那么因为这个课程之后 他又参与了 关于这个学习 帕金深圳的这个program 然后又在这个基础上 又参与了 这个学习这个 brain wave的summer program 然后之后他又自己 develop了一个device 然后来 a further study 这个sleep in brain 所以这些都是 他怎么样来 further her interest outside of school 然后最后 学生还把这个interest connect back to what she want to study in college 学生这里面 所有的内容 都是非常solid 来support 他自己的academic interest 所以这个是一篇 非常好的 added value的文书 ok 文书算完了 那我也希望和大家 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活动列表 的一些examples 那我们看到说 这个学生 他的这个第一个例子 是关于这个work experience 那么这个学生 他的活动做的是 farm work 9到11年级都有做 然后每周25个小时 一年50个星期都在做 那这个活动 首先我觉得这个活动应该 可能是很难被复制的 因为这个是学生 他自己的一个 非常特定的特殊的 一个家庭成长环境 那么这个也算活动吗 UC的答复是这个 当然是活动 而且这个是非常好的 一个added value的活动 因为首先这个是一个 great example of family responsibility 那么这个学生 他在他课余的时间 都是在帮助他的爸爸 来干这些农活 而且这个学生 有提到他从6年级 就开始做了 所以是非常长时间的 这个commitment 并且呢 这里又非常清楚的 有描述到他到底都做了什么 最后甚至还有解释说 为什么他12年级 没有办法继续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描述 OK下一个活动 是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那么这个学生参加了 一个olympic development program 然后是从9到11年级 都参加每周两小时 然后一年是21周 这个描述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missed opportunity 学生因为没有说清楚 他到底他都做了些什么 然后他都achieve了什么 为什么他不做了 到底谁是 什么是best of the US 这些都非常的不清楚 这个招生官读了之后 就会一头雾水 不知道到底这个学生都干了什么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在 我们的学生写活动描述的 这个过程当中 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之前有个学生 他打了一份工 是送披萨的 他活动描述就几个字 I deliver a pizza order 那么实际上 其实通过了解之后 发现首先他是在 primals pizza 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比较大的一个连锁pizza店 而且他其实是要给整个东湾地区 非常多的城市都会去 deliver pizza 而且他其实不光是做了deliver pizza 实际上他还要关于清洁 这个店铺 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 那么这些东西很多时候都被学生忽略掉了 或者说可能如果说时间比较久远的话 可能学生自己做了自己都忘掉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申请的时候需要就是帮助学生去进一步 把它完善的东西 最后这个example呢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关于这个additional comments 那这个也是容易被忽略掉的地方 可能很多时候填完了就完了 认为就结束了 但是实际上additional comments有这么多的空间 也是值得好好利用 那么这个比较长 我就给大家简单的summarize一下 那么这个学生他在这个additional comments里面 主要的就是说 在他九年级和十一年级的时候 他的grandpa和grandma相继去世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他是有提到他和他爷爷奶奶的关系是非常的好 所以就是他爷爷奶去世的这个事情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而且呢在他爷爷去世之后 奶奶实际上在和癌症抗争的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他爸爸妈妈都要去上班 所以根本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照顾他的奶奶 所以他就承担了很多照顾他奶奶的这个责任 也是为什么他十一年级的时候 他的这个成绩就下降了 而且他因为也没有时间去准备SAT 所以成绩也不理想 但是后来他把他这个情况跟老师进行了说明 然后老师呢就也给了他很多的support 然后而且他还register了这个图书馆的free SAT class 那么因为这一系列的这个动作呢 他把他的这个成绩从C拉回到了A 并且呢他的这个SAT的成绩也有所改进 那么学生提供的这个additional comments呢 在UC开来是一个value added 因为这个学生为他的这个学习成绩的这个变化 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展示了他的resilience 以及how she strive for success 通过这些例子 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如果你真的确实经历了这些significant challenge 那么我们是需要利用好这些空间来向学校说明的 但是与此同时我觉得另外一个信息就是说 如果没有到这个程度 那就那就尽量不要来无病呻吟 因为可能真的有学生他是真的有碰到这样很困难的问题 而且并且是真的去很好的解决他们 接下来就是我们马上申请的学生 以及即将要申请的学生 那我们怎么样来准备 我们的这个人生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 实际上是out of control 我们也不希望为了申请一个大学 就希望这些事情发生 我相信这是任何的家庭都不希望经历的事情 对吧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的是focus在 那我们怎么样来利用我们本来有的资源 以及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来提升我们自己的竞争力 那我觉得这个升学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journey 是需要一个就是plan ahead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准备 那么可能我们到12年级的时候会发现 该上的课没上或者是该上的课没上队 或者说是该做的活动没有做 或者做了的活动没有做好 做的没有新意 那么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前期的准备和规划来解决的 那一般来讲我们inliteens给学生制定了从9到12年级整个的这个规划和申请 那么每一个阶段都是有他每一个阶段明确的目标的 那么就9年级来说我们会帮助学生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学术方面很高的起点 同时你的这个英文的阅读写作能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这次UC开会的过程当中 也是招生官也有通过具体的data来向我们展示说 其实你申请什么专业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的写作能力 你的这个语言沟通的能力 你的这个人品各方面的这个个人素质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会给低年级的学生非常强调的方面 那么我们也会通过对学生的这个英文的评估 然后来给他定制 就是说你应该接下来怎么样来提升你的英文 通过不管是词汇还是阅读各个方面 包括我们近期才开展了非常受欢迎的这个非小说阅读课 通过阅读非常好的bestseller的这些非小说类的图书 来帮助学生提高他的阅读能力和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会鼓励学生 并且帮助学生来探索这些学术之外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来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兴趣 因为可能有的学生到了12年级 都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感兴趣什么 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有利的一个事情 那么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这个 Personality Test Strength Finder等等的测试来帮助学生 来发现他们自己的擅长的地方 以及他们的兴趣以及适合的专业 那到了10年级就是我们的这个发展期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开始帮学生安排一些比较有难度的课程 并且会考虑开始准备标画 那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SAT ACT 如果你升的所有的学校都不需要的话 那么其实你还有很多其他的标画考试是需要去准备 然后来提升你自己的竞争力的 那么同时我们的这个课外活动也会开始进一步的精细化 并且能够希望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发展他的这个领导能力 并且能够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 包括我们会带领学生 做这种个人的这个passion project 那么这个也是UC非常看重的 尤其是UC这一次还关于有一个是这个STEM学生 怎么来prepare for UC application 那么这里面不光是提到说 首先你的这个该上的课程一样不能少 除了之外你各种活动从科研从实习 从你的这个你个人的项目 从工作经历从这个下校 各个方面UC都要看 所以这个活动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到了11年级就是冲刺期了 所以11年级才来开始 这些活动已经晚了 这些活动都是要提前就开始做起来 那么到了11年级 你就可以有一些成绩做出来 那么与此同时11年级 因为学生的这个年级也相对大了 这样的话他们可以参与到更多 更具挑战性的这些活动里面去 那么最后12年级其实就是个总结期 也就是说你之前的东西都已经做好了 都已经完成了 那么最后我们需要想的就是怎么样 以一个最好的方式来把它体现到 你的这个UC application里面 OK那么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想做内容 好的谢谢Erika老师今天的分享 非常详细又是干货满满 那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我的微信二维码 然后加我微信 那每期之后的讲座呢 也会在我们的这个家长群里面发布 预告出来 所以呢如果想加入我们家长群的家长呢 也可以扫描我的微信 那如果家长还有另外的问题想咨询呢 也可以致电或者是email 都可以的来联系我们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谢谢Erika老师 那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